這題是問說這個力量增加到多少的時候 它就無法保持盡力平衡嗎 所謂盡力平衡就是說合力要等於0 或者是合力矩等於0 那我們就算算看說它是先轉動還是先移動 這個它是說這是均勻的 質量的話是m 所以它說的重力是mg 那我們來算算看它說 這個需要多少力能夠讓它轉動 你推它的時候轉動的話是以這個當字典 那你需要多少力 你的外力需要抵抗那個重力矩 也就是說f 這個a 這個m乘以利弊 要大於等於多少 等於重力矩 重力矩就mg 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是2分子a 2分子a 你需要多少力量 它能夠翻過來 就是無法保持盡力平衡 就是它能夠轉動 就是說當你什麼呢 大於等於 2分之1mg的時候 它就開始轉動了 好那我們來看看說 它什麼時候開始移動 它近摩擦係數是0.8 那你f 要大於多少 大於那個 最大近摩擦力 它就能夠開始移動 這個點的話 乘以正向於m m的話 是等於mg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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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多少 這個是0.8 乘以0.8 所以這是0.8 mg 這個比較小 也就是說 你只要超過0.5mg的話 它就沒有到達近摩擦力平衡 就開始轉動了 你要施力施到0.8mg的話 它才會移動 所以答案是選這個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b 是0.5mg 就是0.5mg 你只要施0.5mg的話 就開始轉動了 也就是 開始沒有達近摩平衡 不需要達到0.8mg 達到0.5mg就可以了 所以這題答案選b